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俄罗斯有四个季节 冬天、春天、夏天、秋天 现在秋天,所以我要介绍给你们秋天 秋天有三个月 九月、十月、十一月 所以我现在慢慢的介绍每一个月都看起来怎么样 夏天结束的时候九月开始 那时候天气差不多二十五度左右 但是当然它慢慢的越来越冷 所以大概月底的时候 稳度差不多十五到二十度左右 当然每一年天气都不太一样 但是现在我介绍2019年的天气怎么样 十一月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特别 因为树叶它们开始改变颜色 它们当成黄色、红色、超漂亮 而且慢慢的掉下去 说真的,今年我要拍给你们看看 这么漂亮的不同颜色的树叶 但是我常常煮菜 所以树叶那么漂亮的时候我一直都不在 但是我给你们看一下照片 那么漂亮的树叶要怎么办 一定要放在家里 因为好看 很多女生,应该是小孩子 她们做那么漂亮的花圈 Google说反应是花圈 我这边放下一个照片给你们看一看 十月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暖 大概十二到十八度左右 而且九月十月的时候 森林有超多蘑菇 老公爸爸非常喜欢去找蘑菇 所以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一直吃蘑菇 我们有拍几个影片 我们怎么找蘑菇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看看 我会留下一个链接 十一月天气更冷 温度差不多五度到十度左右 现在是十一月中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的后面,在我的旁边 树已经没有树叶 看一下这个 还有一些汉池 相信我它们很快就会掉下去 看一看下面 所以十一月的时候 树叶已经单成这样 它们变干 而且颜色没有那么漂亮 所以后来他们会 我们有一种服务 他们会把那些树叶打扫干净 十一月会下雪 当然很少 而且那个雪很快就融掉 因为天气还算暖 是真的 现在的天气 现在是十一月中 跟台湾的冬天差不多一样 跟台湾的冬天差不多一样 对我来说 十一月非常非常特别 因为十一月三号 是我的老公 爸爸跟表哥的生日 他们都在同一天出生 夏天日落比较晚 大概晚上十一点 十一点才开始 但是秋天的时候比较早 所以比如说现在大概中四点 五点的时候就日落开始 秋天有很多下雨很多博物 但是这是秋天的特色 每一个季节有自己的特色 好吧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 请给我一个赞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 拜拜